主委是公所與北京市台灣同胞聯誼會 即將在這周末連續兩天 在新竹縣體育館舉辦兩岸萬人音樂會 邀請台灣與大陸知名音樂家 從西方交響樂到二胡演奏 甚至是流行音樂 讓整個音樂會用不同風格 環繞著愛情這個核心 希望給民眾一個不一樣的周末 那麼這次我們跟北京市 這個台胞聯誼會 一起來共同舉辦 這一個2016兩岸萬人音樂會 梁住愛智交響的這個活動 那麼這個活動我們一共分成兩天 這次的活動我們希望藉由這一次的活動 能夠讓兩岸的交流 在文化上我們能夠 由主委是我們這邊做一個企投 能夠積極的來做兩岸的一些文化的交流 這次活動相當難得的是邀請到 殷正陽 黃小虎 蕭黃旗等藝人 以及長榮交響樂團與大陸著名二胡演奏家 李梅 讓整個演唱會貫穿古今 充滿不同風格 我覺得梁住這樣的一個曲目 實際上它已經完成了一個交響樂 民族化的這樣的一個創世紀 那麼我們希望藉由這樣的活動 能夠進一步的弘揚中國的傳統文化 也同時能夠讓多元的文化在同一個舞台上展現出來 我想兩岸的音樂會其實在交流上的意義是蠻大的 那我小的時候其實就是聽梁住在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很著迷 那這些美好的作品能夠在台灣有兩岸的合作呈現 我覺得非常好的 當然我們也很期待說有更多的交流 但是我們也期待說交流能夠有更好的作品出來 那我也覺得蠻可惜的就是說 這30年裡面好像還沒有超越這樣的作品出現 那我當然也覺得說 這也是我們應該要努力的部分 這次活動展現兩岸在音樂文化上最頂級的成果 也能看到許多新竹縣市學校管學樂團精湛的演出 透過一場音樂會能感受各種不同風格 享受多樣表演更能與超過一萬人 一起享受現場聆聽音樂會的震撼 台郭新竹 陳柔宜紅蔡文綺採訪報導